物种的进化是为了在当下环境生存下去 而衍生出来的特征为了适应环境会自动选择优化 当某一特征被放大时 就证明这个特征适合长久不息的繁衍 但不是每个物种都会朝着进化成功的方向行进 有些物种因为各种因素也会产生进化失败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而鹿猪作为进化失败的典型案例 也被失败的特征长期折磨得生不如死 它的上额有两颗巨大的獠牙 随着生长发育逐渐弯曲变长 最终獠牙会刺穿它的头骨 在漫长的痛苦中死亡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鹿猪都有獠牙 这种特征只在雄性身上 并且不仅会刺穿头骨 獠牙刚长出来的时候也会刺穿它的嘴唇 我们先来了解鹿猪这种动物 《山海经》《东赐四经》记载 其壮如臀而有牙 其名曰当康中的当康 说的就是鹿猪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鹿臀 古时候它象征着人才兴旺和五谷丰登 是一种锐收 鹿猪作为生活在热带森林的一种动物 其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 及近海的一些岛屿 目前世上仅有四千头左右 是印尼特有的珍稀宝泊动物 鹿猪的长相非常奇特 在野猪群里一眼就能辨认出它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怪异的獠牙 而是因为它很丑 还曾被形容成世界上最丑的猪 它有着猪的长相 却长了四肢像鹿一样的蹄子 全身的毛发稀疏且短 皮肤粗糙且厚 还有很多的褶皱 长了四颗独特的獠牙 还有一双极不匹配的小耳朵 它很丑 但是它很温柔 鹿猪看上去像个猛兽 性格却十分的温和 遇到熟人时会像小狗一样 朝你不停地摇晃尾巴 原地蹦圈跟你撒娇 而且它是一个杂食性动物 树叶 嫩草 昆虫都在它的食谱上 甚至会吃一种名叫足球果的有毒果实 由于它经常拱食泥浆 泥浆中的矿物质会抵抗毒素 所以鹿猪并不会中毒 科学家认为 鹿猪进化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鹿猪没有太大作用的獠牙 其他动物进化的獠牙都是为了攻击敌人或者辅助捕食 而鹿猪的四颗獠比较与众不同 下额的獠牙会刺伤嘴唇 上额獠牙会戳穿头骨 既不能在捕食上起到作用 还会折挡失线 影响进食 既然如此 鹿猪为什么会进化出如此危险的獠牙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鹿猪现在没有天敌 以前鹿猪会在岩石上打磨自己的獠牙 以防遇到天敌时 獠牙能够一举刺穿敌人的胸膛 这样不仅能保护自己的眼睛不受伤害 还可以防御敌人进攻 而在打架斗殴中会造成獠牙脱落或者断落 由于栖息地发生改变 加上现在人类对于大型猛禽的追逐 鹿猪逐渐在岛上失去了天敌 食物充足没有天敌威胁 鹿猪的獠牙失去了攻击效果 变成了一种摆设 加上鹿猪极少打磨獠牙 獠牙就会越长越长 最终戳穿脑袋 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在自然界中 鹿猪并不是唯一一种进化失败的物种 除此之外 食草动物盘羊也算进化失败 盘羊的羊角弯曲生长 会刺穿脸骨和喉咙 还有采食花粉的蜜蜂 尾部的蜂刺连接体内的脏气 自保时蜂刺会连脏气一起被拔出而死亡 奇怪的是 生物演化过程中会优化 有利自己生存的特征 而像鹿猪 盘羊 蜜蜂 这些会带来伤害的特征 却没有消失 并且长期以来 我们看到的这些物种 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难道是停止进化了吗 准确的来说 只要有繁殖 进化就不会停止 鹿猪从未停止过进化 而我们之所以看不到 是因为进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通常以万年为单位来划分 而人类的一生只有八十年左右 很难发现这种变化 就比如说 与鹿猪关系最为相近的是欧洲猪 而欧洲猪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就灭绝消失 科学家通过基因研究 还发现荷马也与鹿猪有着亲属关系 所以对于鹿猪的祖宗也存在着很多疑问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 鹿猪经过长久的繁殖发展 才变成现在呆萌的样子 它现在的特征也适合现在的环境生存 虽然它的獠牙会带来痛苦 但是也算是一种优胜劣汰 而现在因为人类干预和环境因素 我们能发现部分生物进化正在超速发生中 短时间就能看到进化的成果 这一点从大象身上也可以看出来 经过上千年的变化 大象从一个小型生物变成旁人大物 并拥有了长鼻子和象牙 而象牙也随着时间的演变 产生了各种形态 逐渐分化成各个直系 但是人类大量屠杀大象 截取象牙为了更好的生存 数百年间部分大象已经出现象牙退化的现象 这也算是一种反向进化 生物进化不会有终点和方向 每种生物都将有不同的行径走向 但是现在露珠数量稀少 如果再不进行保护 一旦繁殖中断 露珠将停止进化 走向灭亡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 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